5月9号 中宣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玲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号在北京开幕 徐玲介绍 此次大会主题是 亚洲文明交流互建与命运共同体 内容主要包括开幕式 平行分论坛 亚洲文化嘉年华 亚洲文明周活动等 为了充分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姿多彩 将举行亚洲文明周活动 包括亚洲文明巡游 亚洲文化展演 亚洲文化旅游展 亚洲影视周活动 亚洲文明连展 同时将在北京 杭州 广州 成都 等四个城市举办亚洲美食节 针对外界质疑的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是为了要扩大中国的影响 是为东西方文明对抗等声音 徐玲在会上也做了回应 他说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不是为了文化对抗 而是为了促使不同文明间交流互建 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 中华文明 既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文明 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建中不断丰富的文明 海纳百川有龙乃大 中华文明始终坚持 和而不同 坚收并去 始终同其他不同的文明 保持和谐相处 相互取长补短 相互交流互建 共同取得进步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是今年继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又一场重要外交活动 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国际盛会 多场重要外交活动在北京举办 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杜飞进 也向北京市民表达了敬意 北京市民具有强烈的主场意识 主人公意识 在今年举办的各项大型活动中 广大市民给予了充分理解 大力支持 他们积极参与 为展现首都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 独特魅力 和北京市民的大气 热情 开放 包容 默默奉献着 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来自亚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演艺明星和各界人士 将参加亚洲文化嘉年华 亚洲文明周等活动 大会邀请了柬埔寨 希腊 新加坡 斯里兰卡 亚美尼亚 蒙古等国家领导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 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